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人事与政策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领导人提供经济增长的初步估计 中国作为全球领导者占据道德制高点 最高外交官王毅说 李克强总理告诉达沃斯 中国经济在2023年达到5.2%的增长目标 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儿子晋升为副部长 日本投资者呼吁中国最终恢复免签证入境 请大家收看 中国领导人提供经济增长的初步估计 纽约时报 中国总理李强表示 去年中国经济增长认为5.2% 超过了5%的增长目标 李强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还表示 中国实现了这一增长 没有使用风险或短期措施 2022年的官方经济增长数据将于周三公布 李强的评论与公开可得的估计一致 中国新闻机构财新预测增长为5.3% 中国一直谨慎增加中央政府支出 以努力扭转整体经济放缓的局面 中国作为全球领导者占据道德制高点 最高外交官王毅说 南华早报 中国最高外交官外交部长王毅承诺 中国将在发展中变得更加自信和自力更生 这是推动中国外交作为西方民主国家替代方案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在周二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王毅誓言要推动平等和包容的多边主义和全球化 以争取国际支持 批评者认为 在外交关系中继续集中权力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敌人 并推迟潜在的合作伙伴 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儿子晋升为副部长 南华早报 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已晋升为民政部副部长 这标志着中国官员职业发展的重要一步 因为他将胡提升为副部长级 民政部负责处理福利、社会团体和婚姻等民政事务 胡是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 在晋升之前 他一直在浙江省一个小城市临水市担任党委书记 他于2013年进入政界 此后在政府中担任过各种职务 胡在霍准在北京任职之前必须积累地区工作经验 这表明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 党的领导人后代的晋升更加严格 日本投资者呼吁中国最终恢复免签证入境 南华早报 数百名日本投资者呼吁中国恢复因疫情 而于2020年3月暂停的免签证入境规定 中国日本商工会议所进行了一项调查 发现免签证入境是在中国经营的日本企业最关心的问题 据该商会称 恢复免签证入境将有助于扩大商机并顺利开展在中国的业务 日本官员表示在中国经营的日资企业有55805家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有107,715名日本人居住在中国 对鸿海船只遭受攻击增加的担忧 扰乱了全球贸易格局 加拿大环球邮报 日本航运公司日本邮船因担心安全问题 暂停了通过鸿海的航行 此前也因也门胡塞运动威胁要增加对该地区船只的袭击 胡塞组织威胁要将目标扩大到包括美国船只 以回应美国和英国对其在也门的目标进行的打击 自去年11月以来 胡塞组织对该地区船只的袭击已经破坏了供应链 并引起了主要大国的警惕 人们还担心这些袭击可能会使决策者更难控制全球通胀 中国总理李强在达沃斯表示 中国正在增长并且对商业开放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中国总理李强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向商界领袖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宣布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 并强调了其对外国投资的潜力 李强表示 中国经济已经反弹并向上发展 预计2023年的增长率认为5.2% 并保证其长期增长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 李强还强调了健康竞争的重要性 消除竞争壁垒 并在环境战略和国际科学交流方面进行合作 习近平说 中国必须赢得台湾人的心 英国每日电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执政的共产党赢得台湾人民的心 此前他们最近拒绝了北京关于不要投票给亲主权总统的警告 习强调需要在台湾以及香港和澳门的公民中激发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 他的言论是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在选举中获胜之后发表的 尽管中国威胁说他的当选可能会增加冲突的风险 中国政府将民进党视为危险的分裂分子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负责为大家带来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新闻 首先 中国总理李强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 去年中国经济增长超过了5%的目标 初步估计为5.2% 他强调中国实现了这一增长 并没有采取风险或短期措施 这是一个好消息 说明中国经济正逐渐恢复健康发展 其次 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承诺 中国将在发展中变得更加自信和自力更生 并推动平等和包容的多边主义和全球化 这是中国外交的一部分努力 也是中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表态 不过 也有人担心 集中权力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敌人 并推迟潜在的合作伙伴 另外 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儿子胡海锋 晋升为民政部副部长 这标志着中国官员职业发展的重要一步 民政部负责处理福利 社会团体和婚姻等民政事务 胡海锋在晋升之前 一直在浙江省一个小城市担任党委书记 他在政府中担任过各种职务 这也显示了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 党的领导人后代的晋升更加严格 此外 日本投资者呼吁中国恢复免签证入境规定 以便扩大商机并顺利开展在中国的业务 恢复免签证入境将有助于加强中日商业联系 这也反映出中国在疫情期间采取的严格入境措施 对于商业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最后 习近平主席呼吁中国共产党赢得台湾人的心 这表明中国政府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和立场 我们知道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内容 我想知道你们对于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